怒气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正常情绪反应 但是在人类的七情六欲之中 愤怒可以说是最难被顺服 它所带来的破坏力也相当之大 一般来说当我们遭遇不公平对待 期望落空或者权利被侵犯的时候 难免都会发怒 不过同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两个人身上 就却大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情绪反应 例如其中一个人可能只是有轻微的怒气 不过另一个人可能却表现出强烈的激动暴露 由此可见激怒我们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内心的情感思维 我们应该好好仔细检视自己发怒的原因 好好调整部份才能够避免受到怒气的牵制 邀请你可以继续收听收睇 由黎明日亮事工制作 阳光照亮你的心扉 上帝陪伴你走过情绪的低谷 主题从愤怒到平静 十四天更新之旅 盼望当中的内容能够帮助你 透过圣经的教导 灵修短文 小秘诀和讨文 来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 靠着上帝的力量 跨越生命中的帝国